簡單講幾點 第一點就是大概是49年 1960年 黃金色老師好不容易回到台大開課 他是京都地大田邊緣的學生 他後來因為不幸離開台大 但是他回來第二年教數學邏輯 用Clean的Introduction to Meta Mathematics 整年的課學生大概不會超過十個 但是有一個人從頭到尾一起跟我們上課 就是英海關老師 英海關不但會在哲學系上別的老師的課 據說他還會去數學系去上課 這是第一個最深的印象 第二個是李敖跟胡錫蘭打了30年的官司 互控毀伴 據說台大給胡錫蘭一個證明說 本校從未解聘英海關 京總也給胡錫蘭一個公文說 本部從未派人監控英海關 那一天呢 林政我 我們一共五個被李敖請去做證人 法官問我 那個時候你做什麼 那時候我大概是助教道講師 法官就問我 英海關有沒有被解聘啊 我說有沒有被解聘我不知道 但是他開了課不能上課 他問我 警總有沒有人派人去監控他啊 他說我有事情要去看殷老師的時候 在那個巷口啊 常常看到有人坐在那裡 但是我總不能去問他 請問你是哪一個單位 李敖後來寫來封信給我說 憲義 我就是要你出來做歷史的證人 那一天法官問你喔 說今天是最後一場 你還有什麼話要講啊 因為他罵沒有 我們去的他沒有批評 沒有去的他有批評 但是他特別講了一句話 說處理我們這個案子的法官啦 不見得不見得死的死啦 他在我為什麼用他呢 因為聊跟我書中的同班啦 好殷先生的課啊 我記得是除了邏輯以外 他說美國回來 第一年是開羅素哲學 念human knowledge 第二年開理論語學 第三年開科學哲學 我在這裡要講 我這個比較笨的學生啊 幾乎他的課都美堂必到 但是那些聰明的學生 包括李敖在內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們 上過他的課 這是事實 我絕對不會那個 因為他們沒上課嘛 我這個比較笨的學生是 美堂必到 那有一年的羅素生日 英海灣請我們到他那裡去 柯嘉輝 他不說咖啡 他是嘉輝 他養了一隻德國的大狼狗 取名為領袖 我去年還是前天 殷師母回來 雯麗也回來 殷海灣的女兒 我問他說 老師養過幾隻狗啊 他笑一笑 一共養了十五隻 換句話說 他不但得換領袖 這個是殷老師對他的一個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哲學系事件發生的時候 智力晚報 有一個五大雜文 罵了我們五天 叫做殷海關的餘孽 我那時候傻傻的 就直接衝到 智力暴序去見社長 李雅教 恩尼阿教 還有五峰山 還有鍾鼎文 他們聽到我解釋以後 第二天開始 那個專欄就取消了 也不再罵我們 所以我在這裡我要講 當年我被指控怎麼樣的時候 我都直接跑去 連中央黨部我都去 他們看到我 這個人好像不是 他們所解釋的那個樣子 所以我在這裡要講 即使政治不好 但是你敢去面對他 這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對殷海關老師的遭遇 我是幾乎是在他身邊 那最後我要講 我跟韋正聰老師 有機會在殷老師家裡吃飯 你師母做得真好 我就說師母做得真好 殷海關說是嗎 就是因為有一張我這樣叼的嘴 他說他的嘴很叼 殷老師喜歡找學生去他那裡 不是亂寢的 有一年那一天大概是羅素生日 那也是賀家威 他特別強調 台灣事實上需要一個 來一個新的啟蒙運動 他關心我們的學生 說你看我們哲學系學生 英文不如英文系 內文不如內文系 歷史不如歷史系 怎麼辦呢 意思就是說你畢業怎麼辦 我講到這裡呢 我的感覺就是說 殷老師雖然會寫那些 很不客氣的政治文章 可是另一方面我是覺得 他是蠻溫情的 連我女兒大概是滿月吧 我在家裡台大那個 現在變成當地咖啡那個宿舍 很簡陋的一個晚上他都來 而且他會去看我書房有什麼書 結果他發現我能讀日文的書 他就很有興趣 最後他也曾經問過我 我能不能做文藝學家 說老師寫那些賞文 那些郵寄應該是沒問題吧 好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各位